当我说到飞机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呢 我猜你可能会想到一部喜剧电影 以及里面的冷笑话 但让我们认真一点好不好 好 又大又白 有着圆圆的鼻子和小轮胎 两边机翼的顶端微微翘起 起飞时常常延误 对啊 而且你每次都是从左侧边登机 诶 但为什么是左边呢 今天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商业客机的机翼角度通常是后斜的 这也是为什么会被称为后掠翼的原因 这种形状有助于飞机保持速度 因为一般来说 空气在机翼上方通过的速度比下方还快 而这会产生冲击波并减慢飞机的速度 但这种特殊的后掠翼奇迹般的 开玩笑了 纯粹是因为物理的关系 降低了机翼上方的气流速度 因为少了冲击波 所以飞机才能够达到惊人的飞行速度 除了后斜以外 许多机翼上面还有弯曲的尖端部分 这个部分叫做翼尖小翼 飞机在飞行时 机翼上和机翼下的表面会有压力差 这种压力差会产生翼尖涡流 有点像是小型的龙卷风 听起来很危险 翼尖涡流会导致飞行的速度下降 加速燃料的消耗 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 并且造成安全问题 如果另外一架飞机 尾随在产生涡流的飞机后方 那么该架飞机可能会失去稳定性 并发生事故 幸运的是 航空工程师发明了翼尖小翼 分隔两区域间的压力差 来防止涡流出现 好吧 那么为什么机翼会向上斜 而不与地面完全保持平行呢 这个上斜的角度 对于飞机的稳定性来说 非常的重要 当飞机在飞行的途中碰上阻扰 像是经过乱流所引起的晃动 而导致飞机向任一侧滚动的时候 飞机很可能会失去其稳定性 在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 上斜角度较高的机翼 获得的升力就越小 并会自然地下降 而较为下斜 平行于地面的机翼 则会产生更大的升力 使机翼自然向上 就是这样 飞机能够平稳地飞行 全都要归功于机翼的上斜设计 让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看 这个重要的升力 毕竟它是让飞机保持在高空 并且向前飞行的动力之一 一面而来的空气 与机翼相交的角度称为攻角 而升力的高低 则是十分仰赖于攻角的角度 当机翼开始向上寝 就像是起飞时候那样 你会发现 升力变得越来越多了 不过这只发生在特定的角度前 如果机翼过度倾斜的话 升力会开始变弱 甚至完全地消失 而最终呢 飞机会在空中失速 并导致坠机 如果机翼下寝的话 升力就会降低 你可以在飞机降落前的 俯冲的时候注意到这件事 简单地来说 飞机机翼可以说是 航空工程界的奇迹哦 如果你正在欣赏飞机降落 你可能会发现另外一个事情是 飞机的起落架好像有点倾斜 某些飞机会先用后轮与地面接触 就像用脚后跟走路一样 起落架轮垂 本身有几个用途 使降落时较为平顺 同时并吸收降落时的冲击力道 让机身保持水平 防止前倾并让起落架能够收得好 既然说到降落轮了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飞机这么大 轮子却这么小呢 如果将降落轮做得更大 就会给飞机增加额外的重量 那飞机就会浪费更多的燃料 飞机消耗的燃料越多 航空公司所赚的钱就越少 这对飞机制造商而言 可以说是相当的艰巨 他们要尽可能地将机轮和轮胎 做得小而坚固 同时还要够安全 而他们也真的办到了 飞机轮胎的强度非常的高 轮胎内部的压力是汽车轮胎的六倍 比人类能够承受的压力还要大上四倍 令人惊讶的是 由于有这么高的压力 以及制造轮胎的材料 飞机轮胎不会因为飞机降落时的 巨大重量而爆裂 如果在夜间飞行的话 你可能会看到 飞机机翼上有灯光闪烁 左边机翼上的灯光为红色 右边的则是绿色 我猜你坐在经济舱中间 应该看不到这两个指示灯了 所以麻烦你相信我吧 就是这样 这种指示灯可以帮助飞行员 在黑暗中发现迎面而来的飞机方向 并且避免碰撞 商业飞机上的绿色和红色指示灯 必须在日落到日出间都保持开启 大多数的飞机的鼻子都是圆的 但有些喷射机却很尖 为什么是这样呢 飞机机头的形状 只与飞行速度会不会超过音速有关 在飞行过程中 圆圆的机鼻会推起飞机前方的空气 使空气能够更自由地在机身上流动 而不会碰到强大的阻力 速度越快的飞机 机鼻就会越尖 因为它们需要减少在穿越空气时 所遇到的阻力 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超音速飞机 飞行速度高于音速的飞机 都是尖头的原因 这就跟扫把上面的尖鼻子巫婆一样 没错 它们也能够超音速飞行 你本来不知道这个对吧 那为什么不制造尖头的商业客机呢 这样速度不是更快吗 不是的 如果飞机的速度是在哑音速 低于音速的程度 那么源头基比所产生的阻力会比较小 阻力是让飞机保持在空中 同时又让飞机减速的动力来源之一 此外 尖头基比比源头基比还要长 这可能会让飞行员难以看清跑道 商业客机的两边都有机舱门 但你通常会在左边登机 一方面来说 这也算是一种传统 在以前呢 机场的运作方式是 飞机必须滑行至航下 然后让乘客下机 飞行员会坐在左侧 并且查看要把舱门对准哪个航下入口 如果距离判断错误的话 他们很可能会让机翼擦撞到航下 以现金来说 从左侧登机 比较像是安全的考量 飞机右侧呢 是用于替飞机加油 以及装线行李和货物用的 所以如果乘客也从右侧登机 会使整个过程变得有点混乱 并且可能会导致意外的发生 从左侧登机呢 可能也与船体的设计有关 因为船的左侧是人们上下船的地方 飞机和飞机的旅客登机桥的生产者 可能只是沿用了这种海事惯例而已 现代商业客机呢 至少会有六个入口或出口 客舱前面有两个 后面有两个 机翼旁边也有两个紧急出口 你还记得 他们在起飞前那段安全说明吗 那为什么航空公司不会用所有的入口 来让乘客登机 节省一点时间吗 好吧 机翼那边也许不行 那其他四个应该可以吧 嗯 我刚刚才说过 因为右侧要装行李和加油 所以右边不能够使用 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下左侧的前后门 有些航空公司确实会使用两边出口 来上下飞机 但这些呢 大多是廉价航空 他们会用公车将乘客带到飞机旁 并且使用移动式的空桥 但是如果乘客是用到旅客登机桥登机的话 就无法同时使用两边的舱门了 因为旅客登机桥只能接在左侧的前门 要用到后面的话呢 他们必须先绕过机翼 也就是说旅客登机桥必须坐得更长 这不仅表示要花掉更多的钱 而且要占掉更多的航空间 而现在的空间其实已经不服使用了 最后一点呢 后门和右侧门有时会用来装卸食物和饮料 以及丢弃垃圾 所以如果乘客从这边登机 不但不会省时 还会让登机准备变得更慢 回到公车和移动式空桥吧 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不要每次都用 可以保护你的那种空桥呢 因为有些机场太过繁忙了 以至于没有足够的登机门 所以如果不是使用公车和移动式空桥的话 那你就要等上好几个小时 直到有可用的登机门为止 另外如果你搭乘的是连航 它也会尽量的节省更多的成本呢 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由于旅客登机桥和登机门附近的停机坪成本较高 因此廉价航空更喜欢较远的停机坪 移动式的空桥和公车这种方式 就是这样 下次见咯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知识 请给我们影片一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吧 这是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其他影片 你只需要点击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并持续保持在我们亮生活频道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